在李大的感慨中,两人边走边说,不多会儿,来到了盗匪捆绑的地方。 古兰! 看到古兰,李村长忍不住激动起来,古兰又一次地救了他们,李家村有他,实在是李家村之幸。 老村长目光里满满的都是感激。 村长! 古大夫! 郭义汉首! 经此一战,郭义如今对自称为赤脚村医的古兰,可是不敢小觑。 村长,让人把我喊来有什么事吗? 古兰,不是我找你,是那位郭市长找你,是想请你一起去盗匪老巢,剿灭剩余不多的盗匪,以绝后患。 这是他的意思,不是我的意思,你呀,不用看在我的面子。 说完,村长又赶紧加了一句,本来他是不想喊古兰过来的,但郭义有一句话说得对,他又不是古兰,又怎么可以替他人做决定呢? 盗匪老巢,在哪里? 具体位置我也说不上来,据说是在盘山的一座山谷里,不过有他们在,想要进去不难。 据他们说,古兰现在人手空虚,只余下留守的十几人,机会难得,刚好趁其不备,攻个措手不及,彻底平了这伙盗匪,不知古大夫意下如何。 盘山? 对,这里的山叫做盘山,盗匪就藏在盘山里。 这两个字,让古兰想起了那个与有相同名字的女人,如果她没记错的话,女人的相公孩子就是被盘山的盗匪杀死,什么时候出发? 最好即刻。 行,我知道了,等我片刻。 古兰转身离开,没有发现李大追过来的身影,然后停在了马车旁,敲了敲。 金大哥,睡着了吗? 没,有事进来。 不进了,我等会儿要出去一趟,可能要麻烦锦大哥帮我看着这几个孩子。 出去? 项云请粗眉,想到那位郭护卫的身份,转瞬便明白出去是干啥。 都了解清楚了吗? 盗匪老巢里留守了多少人,你们有多少人去? 放心,我已经调查清楚了,留守的只有十几人,不是问题。 只是,我这一离开,孩子就要拜托锦大哥了。 十几个,确定吗?不会有什么阴谋吧? 古兰,要不,我陪着你一起去。 没问题的,我有自保能力,不会出事的,所以安安他们就拜托了。 古兰不会答应,伤口刚上了药还不足半个时辰呢。 见古兰已经拿定主意,项云请明白,多说无意。 行,我帮你看着孩子嘛,不过要小心啊,别忘了,你是有儿子要养的。 谢谢。 谢谢。